那我们再加 在接下来我们介绍那个类别分析2 请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看到 有看到一种形式的资料 它是用原型图来去呈现类别的关系 那除了类别 我们在这边我们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叫做塑形图 你放心 反正这些就是我现在接下来要交完的图就对了 所以我们来去看塑形图 塑形图它其实也是很棒呈现类别的一个重点 我们先从主类别来去呈现 主类别 也就是勾选类别里面的销售额 它这边是不是画三块 第一块一定最大 第一块一定最大 例如说5.7个百万加剧 第二块5.4个百万技术 第三块4.9个百万弹弓用品 可以吗 它一定是按照顺序排 那你会说哪一个是第一 哪一个是第二 在左上角一定是排第一 由上至下由左到右 可以吗 这是塑形图它很重要的重点 由上到下由左到右 有听懂 没问题 好 那请问一下 我刚刚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子类别放到这个群组的类别的下面 对吧 是不是跟刚刚做那个圆形图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现在呢 把这个子类别放到类别的下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图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往下继续展 这是子类别 子类别 当然在这里面 由上到下 所以第一名是书架 书架是2.3个百万 第二名气句2.16个百万 第三名义子2.1个百万 可以吗 依此类推我就不念完了 但是这一张图跟刚刚是不是都很相似 我们可以用面积来去呈现 这只是另外一种解读类别资料的方式 这是另外一种解读类别资料 类别资料是什么意思 知道 就是刚刚可以组成那种阶层的 或者是说各位应该可以理解文字形式的资料 好 可是我们现在应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需要呈现 就是通常你会希望呈现说 这是 就是现在我们在指类别 这是哪一个类别 里面的哪一个类别 里面的哪一个类别 然后 例如说销售额多少 类似这样子的内容 就是每一个格子你都要呈现 例如它既然它有这个是家具 家具 那你会不会想要去看家具里面 对不起 家具里面 那家具的第一名是哪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看资料方法 所以呢 我先 我先呈现到最上面好了 我先把这个字放大一点 所以去格式里面 格式里面是不是有资料 有 资料标签是要打开 然后把那个资料标签的大小 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我们看得到就好了 那还有这个 这个是类别的名称 这个叫图例 这个叫做类别标签 类别标签现在是有开启的 然后请把类别标签的字一样设大一点 设到20 可以吗 这两个都设到20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我们有三个类别 分别是家具类5.75个百万 好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会不会展到下一阶的时候 我会希望 例如说这个 请问书架是哪一类 你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那个类 好 可是你知道子类啊 因为我现在我们展 试到那个子类 所以我会希望他呈现就是他是哪一类的 俗价 然后金额是 销销销是2.31个百万 这样来去呈现会比较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对不起 类别 只类别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要点这个 这个图示才对 有看到吗 不是这个 这个的话 他就是只会呈现自己的 这个的话 他是连续性 所以你看 这边 这个地方 有看到 不要点他 要点这个工具 他就会显示 家具类的书架 有看到吗 家具类的书架 因为他要完整的去显示完他的连续性 所以他就会显示 把刚刚这个 这个关联 直接呈现出来 所以 这边有看到 家具类的书架 第一 然后 办公用品的器具 第二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记住就是 这边 这边只是 只是这两个工具 使用的差别而已 类别工具 类别工具 可能自己回去 再思考一下 因为 你看我现在 我也会忘记 记住 这个两个图示 差在什么地方 他在这条横线 他在这条横线 这个横线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2013年的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2013年第四季 接下来是2014年第一季 依此类推 这样等于是说一个 从头到尾 连续性的呈现 不中断任何内容 可是这个 这个是有断开来的 所谓断开就是说 第一季完毕之后第二季 第二季完毕之后第三季 他其实 第一季是包含好多好多年的质量 可以了解这之间两个的差别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要呈现那个 什么类的 什么子类 这个时候要用这个工具 这是另外一种类别分析 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做 那请问你这张图你要怎么报告 这张图你只要报告最左边的这三名 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 是以那个家具类的纸 家具类的书架 办公用品类的器具 以及家具类的意志为最主要的项目 其中 家具类出现了两个子类别 可以吗 这样子来去报告这件事情 这就是竖型图 竖型图 我们一定要讲最左边的 那至于这些的感觉就像其他 其他懂 就是我们在很多很多资料里面 可能就是很多那种小小的数值 所以我们全部把它加起来是其他 但其他的部分 项目可能会非常多 如果我们今天有生产100项 100个子类别 这个时候这个子类 这些其他的部分 应该不要超过这边所有的20% 可是他所涵盖的项目可能50项都有可能 可以吗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就是如果说今天有很多种公司的形态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个月 例如说1月他长这样子 2月他长另外 或者是大家都是平均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去看一下 那为什么上个月他会有那个主力的产品 这个月他变成都平均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观察的 重点 好 这是类别分析 透过竖型图做的类别分析 透过竖型图做的类别分析 这次是1月1月1月1日